另外又傳出有病死豬流入市面了 高雄市檢調查獲一個販售病死豬集團 他們把原本應該要運去銷毀的病死豬 挑選賣相比較好的 又轉賣到了市場去 十年下來可能都流入了高雄市區的傳統市場 或者是自助餐還有海產店裡面 不過究竟有多少流入市面呢 目前檢調跟衛生單位還要再調查 檢調人員攔截貨車 發現車上載著病死豬和一些內臟 已經有不少蒼蠅在上面亂飛 小豬仔那個剛出生的小豬仔 應該五六豬吧 另一旁的豬舍裡也有好幾頭病死豬 舊堆在地上不僅吸引大批蒼蠅亂飛 還傳出陣陣惡臭 而這樣的病死豬肉十多年來 不知道已經有多少被民眾吃下肚 有一些自助餐業者 或者是一些火鍋店業者 那另外的話他的兒子也會駕駛這個發財車 以這種流動攤販的方式 在一些傳統的市集販售給一些不知情的家庭主婦 高雄市檢調單位接獲民眾檢舉 在高雄和屏東等地區 查獲正姓父子等四人 利用合法登記的車輛掩護非法 將要送化至場銷毀的病死豬 分類挑選再送往市場販售 除了他之外 他的小孩也是有在收集這個病死豬 那每天下午大概四五點左右 他們兩台車會先匯合 然後將豬隻做個分類篩選 檢調單位還發現嫌犯特意將病死豬肉 運往高雄市區販售 避免查氣 而嫌犯從事這項工作十多年 如果這些病死豬生前 曾打抗生素抑制病情 民眾吃下肚 可能會成為過敏源或者引發氣喘 衛生單位和檢調 目前還要向下追查 記者李淑蘭 孟昭全 高雄報導